自从我有了女私妻之后 我感觉我有点飘了 兄弟们房车停在这里 这个车就是去买菜的啊 车停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买菜车 我感觉传网跟我能相比的人不多了啊 我的女司机 是不是要去买菜啊 去吧这是啥东西啊 这个是买的吃的 今天又帮我洗车吧 这司机还挺正直的 太脏了 自己会去洗洗的干干净净的 等老板坐上来 哎 哎呀我的个乖乖 老板坐好 相信你 带上你的安全带 几步前带安全带你不知道吗 不能教坏小孩子哦 出行安全必须要带上安全带哦 你看他也带了 现在我们去买菜 来到菜市场了 我的司机是真好啊 怪不得那老板老是请秘书 秘书那都是小秘 我说想吃啥 想吃啥我不知道呀 看上幼了准了吗 一公斤多少 七十八啊七十七十 一公斤七十来一条吧 来一条啊 来一条这边 这边这个大的哎 在这一条应该有一公斤吗 一公斤多一点多一点是吧 本七号 有 有 多少 87块啊 没有包起来 今晚吃 牛肉 给你大补 又切了一根牌 十六块五哎 帮我砍一段啊 这个山竹是本地的还是进口的 没递过来 这个山竹七十块钱一公斤 之前我卖 芒果我卖四块钱一斤 你们嫌贵 这里卖二十块一斤 你们想一下 那个我的走息呢 我之前卖这个卖四块多五块钱一斤 这里卖十五块钱一斤 你们嫌贵 现在知道新疆的物质都贵了 哎呀 真的是 这新疆不斩什么任何水果这个季节没有啊 这个呢 这个 那个四十 四十 哎呀 我的个乖两个行 没了够了 水果吃不起了 哈哈哈哈 七十啊 兄弟们这个 我的妈的 好了 那就买一点水果去吃吃 最近嘴巴有点裂了 补点维生素C 这是司机兼助理啊 兄弟们 买好菜了 然后水果也买了 今天还是在肉腔啊 沙尘暴带大了没出发 来车保养一下 明天去青海了 我是第一次见到 换机油是从这里抽出来的 我现在都是这样抽出来的 老板说现在什么四儿子店都是这样搞的 我也不懂 现在试一下 以前都是抬起来从底下放 放的 我还是第一次换机油 人家是从这个 地方把机油吸出来 吸到这里面 就不用抬起来放机油了啊 这是第一次见到 我没搞懂 到底行不行 反正这里 很热啊 从这里面吸出来 这是凉汽油的那个卡尺 就是从这个 这个地方吸的 这回加的是530是吧 现在这个 本来是之前加一直加的是040的 然后冬天冷加那个540的 这回他说新疆这边天热 没有040的 只加这个530的 也不知道吸没吸干净了 我都有点担心 我就说这样不行吧 你们看看 多了 现在抽没抽干净 然后倒进去 多了到这个位置了 我就说拿这个去抽抽不抽不干净吗 给你们看一下 只抽才一点点 然后就给我加上去了 现在我汽油多了 这湖 从哪里可以看到来 直到这里看到吗 这么一点点 它最多两升 然后就加了一瓶四升 这样我的车里面 汽油老多了 那个卡尺多出来 三个手指都这么这么高 上架子把它全部放掉 这老板搞的不专业 现在车子重新上架了 然后从底下放出来 你们看清楚了 它放出来是拿我刚才倒进去的那一壶机油来接的 倒出去四升 然后你们看一下 等下接出来有多升 你们从这个视频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马上了 它马上把螺丝拧开了 来出来了 刚才就是这个壶 下面这个壶四升的 这个壶倒到我的发动机里面了 现在把它倒出来 你们看一下到底能倒出来多少机油 加了四升 看一下它怎样能倒出来多少升机油 马上要满了 从你们看见证机器的时候到了 哎哎 马上满了 哎 它满了 你看哎 还要流出来那么多 看到没有 要如果说我不懂车的话 我就按他们这么一开 开出去半路 你们说我的车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 这还漏一直漏 看到吗 这壶里面本来四升机油都没有那么满的 还有大概四个手指才能满的 现在这个壶都满透了 还冒出来到这么多 要如果说我一点车都不懂的话 今天就开跑了 坏了也不知道哪里坏了 还有就是加机油加多了 你们说会发生什么事 发动机会不会坏掉 反正我是没有加过超过四升的机油 每次都是一瓶刚好 现在要重新倒一瓶上去 在第二瓶的钱我肯定不会出的 兄弟们 这是他们的过错啊 这是保养花580块钱 这边保养很奇怪哦 机油是机油的钱 滤芯是滤芯的钱 分开收啊 但在我们那边的话 就是你换机油 滤芯是给你搭上去的啊 现在已经加完了 他拿那个卡纸去量一下 绝对不会超到三个手指这么多啊 现在插进去 马上拿出来 哎 插进去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开到影币了 刚才 给他看一下 他加完机油是到哪里的 第一次加完机油 机油到这个位置 安全 安全区域在这个地方的多出来 搞好了 三个手指这么宽了 我说这不对 绝对不是 然后我就叫了终于搞 现在给你们看啊 我拿出来 终于给他看一下到哪里啊 四升机油 我这个发动机就是四升的啊 看到没有 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看到吗 这里有个卡尺 看清楚了没有 所以说啊 这专业的事情 哈哈 还得专业的去搞 你不要省事 你给我抽出来 抽出来 就抽不干净 知道了吧 我一看就不对劲 因为我这个车 二十几万公里了 我每八千到一万公里 我保养一次 每一次保养就是四升机油 然后我呢 每次都会自己看卡子 我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它是下一点 如果说你们给我说一下 我这个车如果说加了五升多的机油的会怎么样 本来是四升 是刚好的 然后变成五升多了 这个车会坏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太懂啊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营地了 今天还是没走 为什么没走 今天刮了沙尘暴 然后我这个车很高啊 大家知道 走上来看看这边 我这个车的轮胎在里面外阔有有差不多30公分 所以说这个轴距很短 不是那么宽 风大的时候我的车就这样摇摆啊 你们看我稍微这么一堆啊 能看到摇吗 能 你看 这么一点就这么一一推就摇起来 如果说风很大的情况下开 如果开个60码 这个车就很牛很容易撤翻危险 所以今天我们又没走 好了 希望我这次的 健身经历给你们有一些警惕啊 警惕啊 不是警惕 就把车保养这个东西 要自己有一点经验去做 好了 点个赞 谢谢大家